只能选一个人的话 你下一步想跟谁打 泰森复利 in China 如果只能选择一个人 张志磊的目标不是乌锡克 而是泰森复利 根据徐东了解 张志磊的愿望似乎很有可能实现 今天就和大家全面的分析一下 泰森复利的下一战对手会是谁 张志磊能否如愿以偿挑战重量级的第一人 首先我们要了解一下 处在重量级顶端的十位拳手 目前的四大组织拳号交代 分别在乌锡克与泰森复利手中 那么身为WBA过渡拳王的张志磊 为什么不能与乌锡克直接展开一战呢 因为乌锡克拥有三大组织拳王交代 他与WBA普通拳王杜布瓦的比赛 已经提上了日程 如果顺利击败杜布瓦 他将在年底会是泰森复利 也就是说张志磊在短时间内 无法直面乌锡克 也就是说只有泰森复利这一位世界拳王 还没有确定下一场比赛对手 原本复利是打算在七八月份 和乔伊斯展开一场得比之战 然而乔伊斯被张志磊打成了这个造型 直接是告别了自行车 而泰森复利选择对手的范围进一步缩小 在这前十的榜单中 维尔德打了三次 而排名第三的约束亚 更想和维尔德展开一场对决 而排名第六的怀特 已经被一个大伤狗给掏废了 第七告别了自行车 第八快60了 第九的帕克是复利的好机友 自从被乔伊斯KO后 目前还在努力的疗伤中 第十的赫尔格维奇就性价比太低 只剩下了排名第四的张志磊 和第五的安迪·鲁伊斯 泰森复利团队是更加倾向打鲁伊斯 毕竟这个小胖商业价值还是很大的 然而据最新消息 这位重量级小胖不仅打约束亚打得很 平时在家里呢 媳妇也没少揍 从2015年到2022年 鲁伊斯在这期间是各种输出 不忍家庭暴力的妻子给他告了 所以目前的鲁伊斯要想打泰森复利 也不是不行 就是这个比赛场地 很有可能从这个中东沙特呀 迁到监狱 分析到这里 大家应该非常的清晰 如果泰森复利想打一位前十的对手 那么张志磊就是最佳人选 如果张志磊真的成为了泰森复利的下一战对手 两人的这场重量级大战 你看好谁呢